哈嘍各位治抗糖的朋友大家好 那水果呢其实也是我们每日饮食中必须摄取的食物之一 那今天呢教练想为大家介绍夏季常见的水果 像是荔枝、凤梨、芒果以及水梨 大概一份的分量大家如何计算哦 那以下是一份水果的分量 以凤梨来讲大概是约五小块凤梨左右 大概八分满左右 那如果是以荔枝来讲其实大概是九颗荔枝 因为整个碗的大概一瓶碗左右 那如果以芒果来讲呢大概是五分满左右 那水梨的部分呢大概是八分满左右的水梨 那以上以这四个水果来讲 我们的荔枝跟我们的凤梨是属于GIS比较高的水果 那芒果跟水梨是属于GIS比较低的水果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食物的资讯 其实都可以上微教学会去购买糖内计算这本书 你会有更多食物详细的介绍哦 那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下面做留言 拜拜